记者林宜章嘉义报道,嘉义长庚医院去年12月底至今年1月初,有曾姓女子与周静男子因脑肿瘤及车祸,并为时表达要捐赠器官,共捐出心脏、肝脏、肾脏及眼角膜。 全台湾共12人受贿,今天受赠者雷姓女子及黄姓男子出面感谢器捐赠及医治医疗团队,谢谢你们让我重获新生。 嘉义长庚医院举办器官捐赠感恩记者会,院长林志宏说,两名病患捐赠器官,有台北市、高雄市病人接受心脏移植,花莲县病人接受肾脏移植,嘉义长庚医院则进行两名肝脏移植,三名肾脏移植及两名眼角膜病人移植,另有两名眼角膜病人今天下午进行手术。 林志宏,密尿科医师陈指朔,何东如,一般外科医师郭亮毛,陈君翰等人分别与各医治团队进行手术。 高雄长庚医院院长王学西也前来协助,雷、黄两人分别已血顺十三十二年饱受血顺之苦,两人都说能等到肾脏移植,真的很幸运,感谢捐赠者的打爱及医疗人员的照顾。 负责肾脏移植的密尿科医师陈志舍说,台湾一年有9600多人等待器官移植,其中有7400多人等待肾脏移植,但一年不到200人捐肾。 配对成功顺利移植,就像钟乐透,这次院内两名病患捐赠器官,为确保器官品质移植手术团队,在36小时连续完成二例肾脏移植手术,几乎是不眠不休。 林志宏说,器官捐赠者并不多,感谢两位伟大器捐者将无用化为大用,造福更多人,让手蹭者获得轻生,也盼望有更多人愿意弃捐。